我從事網路行銷的線上教學工作 然後我加入B&I其實已經好多年了 很多朋友都問過我有相同的問題 就是我的客戶都來自於網路上 那為什麼我要加入一個實體的商會呢 其實呢我自己在35歲以前 我的心裡想的都是賺錢賺錢賺錢 但是呢我越想著賺錢就越是辛苦 因為我的生活和工作 從來都沒有和其他行業別的人 其他行業別的朋友去合作或者是做連結這樣 所以我的人脈永遠都只鎖定在資訊業的工程師 直到有一天呢 就有一個朋友他帶我去參加一些人脈的聚會 然後其中呢最吸引我的就是B&I的商會 那因為我是一個網路工程師啊 所以呢其實我喜歡說話和做事都能夠直來直往 開門見山 那我們在B&I商會裡面齁 開會其實就是直接說明自己的專長還有我們服務的項目是什麼 那就是方便讓所有的人可以去了解你需要的客戶是什麼樣子的人 或者是呢你想要獲得什麼的幫助 那這個就是我喜歡的開會方式 因為呢他很注重效率 我們工程師其實最注重效率 但是呢因為我們在永遠分會裡面人數很多齁 所以呢其實也讓我在這裡學習到與人應對的一些態度要更加的婉轉 那其中呢最讓我認同的一個理念呢就是B&I一直強調的 付出者收獲的核心精神 那這個付出者收獲的精神呢其實他網路行銷的理念不謀而合啊 像我們在實體世界我們是透過付出和幫助去取得別人的信任 然後呢別人才願意幫我們介紹生意嘛 那這是B&I商會的理念 在網路上呢其實我也用同樣的方法 透過專業知識的分享然後去吸引到很多陌生訪客 建立起他們對我的信任感 所以這個付出者收獲的理念 不論在實體世界或者是在這個虛擬世界 其實都是相通的 那我們商會裡面的夥伴會互相去引荐生意 雖然我的工作性質其實是線上教學 客戶呢也多半都來自於網路上 但是呢這個實體的B&I商會 它仍然對我有很大的幫助 有什麼樣的幫助呢 比如說我跟看雜誌的合作 那我的每個月寫的專欄就可以在雜誌上曝光 而且呢是曝光在上萬個企業組的面前 還有呢其他夥伴會引見我到輔論社去做演講 或者是到地政室工會去做演講 還有曾經到保險公司 用達保金去做演講等等 那演講本身其實它沒有太多收入 但是呢這些寶貴的經驗 其實它為我帶來了更多的客戶 那為什麼呢 因為每一場演講我都會去拍照 那因為這些照片呢 它讓我在網路世界裡面累積了更多的信任感 甚至它吸引來電視台的採訪 還有受邀出書的機會 那這就為我累積了更大的個人品牌知名度 那我的工作呢其實平常很少和人面對面的接觸 因為都是在網路上成交 但是呢我在BNI永恩的分會 這個桃園永恩的分會 我會強迫我自己每個禮拜早起去開會 然後每個禮拜都能跟真的人面對面的說話 然後去培養彼此身後的友誼 那我們再把遠光放遠一點 在這邊交朋友呢其實不只是幫助到自己的工作 甚至呢它可以幫助到自己的日常生活 我講一個例子就是我們永恩分會其實有一個80多個人的line的群組 那我們常常都把它稱為什麼 我們都把它叫許願池 也就是只要是生活裡面的大小事情 我們會在群組裡面提出來 然後呢通常都會有人給出答案 它簡直是一個實體的Google大神 所以呢我覺得這樣的價值其實早就已經超出了我當初加入BNI的預期 如果你覺得說加入我們這個團隊對你非常好非常有幫助的話呢 也很歡迎你來參加我們每個禮拜二早上7點的會議 我是黑牌會員 牛奶爸 歡迎你的加入